上面要介绍的人大家应该也猜到了 就是这个扛斧子的男人 我们先展示他的绝对核心 就是丢斧 以及减斧 帅 在战套玩丢出自己斧的时候 你会看到他的技能完全变了一个模组 你的一技能从丢斧子变成了向前冲斧 技能如果减到的话就可以拿起来旋转 可以组成一个很帅的连击 这简直就是一个双形态相当于 是的 包括你现在看到他的斧头在闪光 那就是他成功捡到了斧子的一个奖励 那这一次跳P就相当于是你普通的二技能 的一个强化 捡到斧头呢 我捡到斧子 这时候二技能又刷新了 然后这就是他斧子阶段的一些连招 接下来你会有冲断前的二技能是一个扛压技 这个时候是变成了相夫形态吗 对 你在相夫形态下对方可能会越过你的斧来找你 这个时候你就可以通过二技能 这一下是有霸体的 对 你可以用这个霸体扛住 或者是通过去之后 用减斧子这一下的霸体 来进行跟别人的一些博弈 有点像吃犬的纳刀 有点像吸流的纳刀 不好意思串台了 对 包括你放下斧子的时候 也会有一个小霸体来供你博弈 而且这个动作还挺帅的 这个甩斧子的动作 是的 所以我们组内称他为吕布在世 然后是他的普攻 他的普攻是两下且都可以扫地 普通相夫形态的普攻就是三八掌 你的第一击就会将对方击飞 2A无线连 是的 然后你的斧子的纳刀 一直都是平推 因为你的攻击范围会更远一点 这三八掌真的是伤害不高 侮辱性极强 是的 然后再就是他的一些 相当于是隐藏的小玩法机制 包括他的奥义 因为他是变身形态的 所以 让我上来一点 他的奥义 你的斧子形态下可以放之后 中手上的下马上又有第二个奥义 斧子放下来之后还是能刷新的 是的 所以理论上讲 如果你有三个怒气的话 可以通过两个奥义加 旧家奥义直接将对方斩杀 所以他不是刷新机制 而是说有两套CD 对 他们分别计算 再就是激斗技 激斗技 因为他有两个形态 所以他的两个激斗技各对应他的鼓子的形态 你只有在这个形态下才能释放 有点像鲁兹的爆尾 首先是鼓子激斗技 推加杂地 也是一个扛压技 推的时候也是霸体的 对的 然后再就是他的 他的空手形态的 我们称之为他弹头完全技 这是一个持续霸体 是的 相当于是一个硬扛对面有成绩的扛压技 然后大家可以看他的后摇 其实是比较明显的 这个都是我们为了平衡他的一些霸体 对霸体跟范围做出的一些调整 最后让大家欣赏一下他的究极药义 实实的 和平主义者 好的 战头玩 其实当时在紧张战争看到他的时候 还是挺羡慕他的 能操控这么多机器人 我还是很帅的 是实实的演算的 是的 是实实的 你打到不同人会有不同的表现 好 那战头玩的演示就到这里 接下来进入游戏画面 上来就是 我们的盛平 我冲 我躲 我按闪了 我真的按闪了 不怕我有情记忆的吧 我再批 我nh 霸体 山山山山山 好嘞 起身起身 一技能 浪费了我们 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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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杉杉杉 哈哈哈哈 对不起直男的快乐 哎我跑 斧子 哎呦哎呦 马尔高这个时间哎哪个是我的呀 这个是任意捡的吗 不是的你只能捡自己的斧子哦这个是我的 哎不让我捡斧子 我 我 但是我也把他删起来了 他要去捡他的斧子 哎 哎 连招失误 哎我的平A为什么没有A到 删 我屁 哎呦直接提前友情记 哇放下 友情记 暴气 暴气 减死 我直接就 小奥一压制 山 山 山 屁 哎白交友情记 我 哎还好还好还好 还好这一下是原地的他闪过来啊 打起来 打起来 看动画片 一星做何评价 罗老师再这么打我们玩家要捡去了 对对手对对手最大的尊重就是全力以赴 哎 他的本命 哎 哇 感觉这一套要带走了 哎呀我还有一个友情记 锁龙的友情记是三次啊 我记成两次了 哎 他也是霸体 直接就是抓过去 把鸡船上 哎我按防法了我真的按了 诶 失误了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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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下我应该能想到的 跟着他屁股后面走哎 闪远了呀 晕住 莫老师开始放水啊 没有没有没有 我也我也开火车 我也开火车 哎 其实这一下我应该能想到的 啊 闪过去了 完了 这个又要死了 烂兽 哇 本命英雄确实有点东西啊 但是我的吃犬来了 不知道你顶不顶得住 还在这扔呢 还在这扔呢 没有友情记了吧 哎 稳定的 拼A 嗯 哎 卑鄙啊 哎 我又有敲地 我敲地 拳击 小耶 哎 哦 打到了 打到了 哇 说实话 打到最后一把的时候 我有一种要输的感觉